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针对呢 最近这个政府呢 即将实行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执照 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的担忧 主要也是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了 然后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担忧了 然后我今天呢 我就在网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来自这个行动党邦议国会员谢瑞珍 这个谢瑞珍呢 听他名字 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个华人 其实他是一个马来人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人权历史 然后他的这个邦议选区也是大有来头 是全国最多选民的选区 他这个选区是几十万个选民的 OK 所以他今天呢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啦 就是来解释他大家对这件事情所不了解的地方啦 OK 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OK 首先他解释的第一点跟我之前视频我要解释的那个重点也是一样的 就是呢 很多人都以为啦 现在政府突然间说 哦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的要有执照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哦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有用Facebook 我有用Youtube 这样我是不是Facebook要哪一个执照 Youtube要哪一个执照 大家想到这个东西就很头痛啦 OK 所以我在我之前视频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不关我们深斗市民的事 这个是这个Facebook WhatsApp YouTube 大老板他们需要烦恼的事 OK 我们呢 他不是完全照旧啊 OK 所以 这个谢瑞珊 他就在他的第一段 他就说了 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深斗市民 他只会影响到那 那些Facebook Youtube的大老板 因为是他们要拿执照 不是我们这些深斗市民要拿执照 OK 然后 第2个就是呢 很多人以为呢 这个是政府突然间立一个新的法律 就是以前没有这个法律 政府突然间他伸出一个新的法律来 就是为了要 让这个社交媒体有这个执照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法律 这个其实很久前都有了 至少在2000年以前已经是有了 只不过呢 到了 2000年的时候啊 他们 再出了一个豁免法令 然后呢 这个豁免法令呢 就是呢 豁免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 不需要拿这个执照 就这样 其实一开始他们是要拿执照的 然后后来呢 就豁免了他们 他们就不需要拿那个执照 但是 我看到这个2000年了2000年了很多东西还没有出生了 包括这个Facebook Whatsapp YouTube 这些全部都还没有出生了 所以 在这里有些对战士告诉我们 其实 一路来都有这个法令 就是这个社交媒体是需要拿一张执照的 但是 这个2000年的豁免法令呢 让他们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不需要执照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呢 要修改这个豁免法令 让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能够被豁免 要让他们必须 要拿到执照才可以在马来西亚 使用 OK 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了 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这其实是旧的东西 然后呢 他的门槛就是呢 你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要有800万个用户啊 OK 你少过800万用户呢 政府就当做你是一个小的社交媒体平台 不需要执照啊 超过800万就是要执照啊 好 说我刚才讲的 这个最大的 有Facebook YouTube 这个WhatsApp 还有 Telegram Instagram 这些啦 他主要的对象就是两种一种是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就是 好像WhatsApp Instagram这样的东西 还有YouTube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种是呢 即时通讯 就是 像WhatsApp Telegram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呢 谢瑞璋也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东西呢 OK 有几个目标啦 首先第1个目标呢 就是呢 要保护 未成年 然后第2个目标呢 就是呢 要 可以侦测到那些AI生成的内容 第3个就是呢 可以针对这些不良的元素呢 更加的快狠准 第4就是呢 那些 在 社交媒体的受害者啊 他们的 投诉的Cats啊 可以更加 有效迅速的被处理 OK OK 好 So 在这里他就有解释了 OK 很多人会 很怕 这个法律呢 会被滥用 然后变成一种滥权 OK 谢瑞璋这边有解释 其实呢 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滥权的问题 因为绝对不可能会有这个滥权的问题 为什么 谢瑞璋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现在呢 不是说这个 MCMC呢 他 通过这个 法律的手段呢 去管制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通过法律的手段 并不是说 你社交媒体平台啊 你犯了法 我要杀曼你啊还是要抓你坐牢啊 并不是 他是用一种的 行政的方式 来管理 这一个 社交媒体平台 So 什么叫做行政的方式 就是 我 针对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呢 我的手段就是 我要不要给你这张实账罢了 OK 我不需要 杀曼你还是不需要抓你坐牢啊 我就是 要判断 要不要给你这张执照罢了 OK 所以呢 其实并不存在这个 滥权的问题 他讲 而且呢 他还有一整个机制呢 是可以让你上诉 去到法庭了 就是如果你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你的执照被吊销 你不服气 你可以去法庭 可以去上诉 有一个完整的机制让你上诉了 所以不存在这个滥权的空间 然后他说还有一样就是呢 就算 你认为了 这个法庭是偏袒一边的了 OK 你还可以的 选择这个司法审核 尤其是呢 有关系到这个 基本 权 基本 自由 被侵害的情况 他 他可以公开的 被司法审核 总之呢 就是呢 你如果不满这个 MCMC 吊销你的执照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法庭上诉 然后你可以要求司法审核 总之呢 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管道呢 可以为你申援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执照被吊销到冤枉的话 所以其实 谢对战就要跟大家证明了 其实是没有滥权的空间的 OK 然后呢 他也说呢 我们必须要确保呢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呢 对他们呢 所展示出来的那些内容 是 负责任的 他说有一些国家的这些条例法呢 更加的严格 马来西亚还不算是非常严那种 他说 马来西亚呢 这么多人呢 每天都要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所以呢 我们必须 要确保 他们有一个 问责 的制度存在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问责的制度存在的话呢 这样 他们 爱放什么就放什么 然后没有人可以管 就是没有网管的意思啊 OK OK 所以呢 还有一点 他也强调的就是呢 其实呢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呢 全部都是在美国的嘛 他们 赚了很多很多钱 从马来西亚赚了很多很多钱 一分钱都没有给回我们马来西亚人民 这也是事实啦 你看到这些广告啊 就算我们马来西亚的公司啊 用Facebook啊 Google啊 YouTube啊 等广告啊 这钱有回到来 马来西亚吗 OK 然后 他再一次的 强调了 OK 这一个 政府呢 他这一次的执行这一个呢 总好过了 你去另外做一条新的法律 去限制 人们的言论自由 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要管的是社交媒体平台 并不是去管制 这个人民的言论自由 其实是两回事啦 OK 所以谢对张他最后他就说 他说 现在管理这些 社交媒体平台总好过政府呢 去做一条新罗 说是专门管 啊 人民的嘴巴 专门管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 啊 OK 好 So 我就跟大家分享完这个谢瑞章的 这个文章 他也解释了很多 我们对这个 社交媒体平台 执照的 这个 担忧了 OK 然后在这里呢 我其实也是非常的认同这个谢对张所讲的东西 虽然我之前我做一个视频我有说这个 社交媒体平台的 执照是一个 乌托邦式的理想 我并不是说不好 只不过我是说 在执行上 有一点困难 如果政府可以克服这个困难 当然是最好了 OK 好 So 为什么我说我认同他呢 因为呢 其实 啊 我在 跟大家更加明确的讲这件事情就是 当大家一听到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 需要执照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担心 这样的话政府是不是要管制我们的言论自由 很多人对 想去这个言论 言论自由这方面 啊 这样我们以后在网上 就不可以乱讲话咯 政府会来抓了 OK 啊 So 其实呢 现在呢 这个 政府呢 要管制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 其实没有兴趣去管你们 人民的言论自由 老实讲 啊 其实现在呢 他们 要通过这个管制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呢 他们要处理的是 那些 网络上的犯罪 OK 网络上的犯罪 其实最主要的是 诈骗 还记得我那天讲八大元素吗 八大元素里面的四大行业 就是黄毒毒片 尤其是诈骗 然后我告诉你现在呢这个网络的诈骗呢 有多么的严重啊 哈我这里有个数据了就是呢 在2022年的时候呢 啊 总共啊有两万五千单 网络诈骗 然后呢 这个政府呢有成功的叫他们 拿下这个帖子 242个帖 啊 给 so 然后 牵涉的金额呢 是呢 呃 4亿5千万 啊被网络诈骗的金额是4亿5千万 然后到了 2023年的时候呢 这个网络诈骗的 就 上升了 变成3万4千单 啊 然后呢 这个政府呢要求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呢 给撤下来的帖了 高达 6200单 在上一年 拿下来200多 个这个 帖子 在后一年 拿下6200个帖子 然后涉及的金额超夸 12亿 啊 去年是4500万 今年12亿 啊 OK然后到了2024年今年 今天我们只有半年的数据罢了 从1月到6月 总共有 15000单 这个网络诈骗 然后呢 这个政府的要求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所撤下来的帖子了 高达 24000个帖 然后涉及的金额是6亿3000万才半年罢了 OK 所以 这里了 你可以看到 他的金额 是很庞大的 啊 都是1亿生或者是11亿生的 啊 都是被骗掉的钱网络诈骗 啊 然后 还有一个 更加明显 大家很需要关注的就是呢 政府连续三年了 交这个社交媒体所撤下来的帖子 2022年的时候 200多个帖 2023年的时候 6000多个帖 今年 半年罢了 24000个帖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的重点在哪里吗 今年 2024年 半年罢了 政府交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撤下来的这个网络诈骗的帖 高达24000 半年罢了 去年 整年才6000多个 啊 然后涉及的金额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每年都是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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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 所以大家 可想而知 现在呢 这个 整个网络世界充斥着这种网络诈骗 啊 然后呢 这个政府呢 单单 半年罢了 就要叫这个社交媒体撤下两万事件个帖 全部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系的 啊 所以呢 在这里我是要跟大家讲的 每个人都在担心 自己的言论自由会被对付 但是 我现在用数据告诉你 政府没有这么的空 去对付你的言论自由 政府呢 单单去应付这一个 网络诈骗的 都 已经很不得空了 啊 今年上半年罢了 都已经 叫社交媒体撤下了 两万四千个帖 所以你看到啊 这三年来啦 政府必须要要求这个社交媒体撤下 这样多跟网络诈骗有关系的帖 所以 你可想而知 如果政府没有一个手段 可以更加好的管制 这些社交媒体 的话 啊 这样呢 还有更多的 网络上面的帖子 等着 啊 政府 叫这些社交媒体去撤下来 如果你没有一个管制的手段的话 这些社交媒体呢 可以采都不用采你 啊 我可以再给大家几个series啊 就是啊 呃 其实 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了 有很多明星啊 不管是提议明星也好 DJ也好 爆新闻的也好 OK 都有陆续的出来 啊 喊冤 就说呢 他们的人头像呢 无端端的被人家滥用来打广告 他们没有代言的 然后呢 他们打广告那个产品呢 也是莫名其妙的来历不明的 OK OK 所以 他们自己呢 有去跟这个 有关当局呢 投诉了 但是呢 他们不是政府吗 他们是以个人的身份去投诉吗 很多时候呢 是没有被来压的 所以他们就很神奇 他们就 去政府那边喊冤 讲他们 无端端 被人家当作是骗子 因为他们的人头被 滥用 拿去打广告 而且 打广告的商品还是来历不明的那种 啊 这些也是网络诈骗 的元素 所以 我讲这些 大家都看过了 就是那些明星呢 他们的人头像被滥用来打广告 大家都看过了 OK 所以 我在这里我就告诉你了 政府单单要处理这些 网络诈骗了 都已经很不得空了 没有人去 这么得空 去管你的言论自由 其实大家想太多了 老实讲 OK So 到了最后了 我再补充一个新闻 就是呢 针对这一个课题 就是这个 社交媒体平台 的执照的课题 大家应该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 之前的那个 Berset的主席 阿美加 他就有出来说 他说呢 这个 因为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的执照 这个政策呢 他说现在的安华政府 是一个 独裁者的政府 OK 然后呢 今天呢 这个 共政党 国会员 他就有 写一篇文章 来反驳这个 阿美加 OK 他的文章 其实是非常的 简单罢了 不会像刚才 谢队长的 那些讲的这么 复杂了 OK 他就说呢 阿美加 阿美加 OK 我知道你在法律界 是德高王中 但是呢 你讲这个安华 当朝政府 是独裁者 我是很不认同 为什么 OK 你说这个安华是独裁者的 这样我想 请问你了 安华有没有独裁到啊 直接宣布这个国家 进入戒业 然后呢 国会呢 不需要开会 有吗 并没有是不是 这个马来西亚并没有 被宣布进入戒业 这个国会也召开是不是 他在讲谁你知道了 OK 然后呢 这个安华呢 他在国会里面呢 他允许这个 人权 的调查报告 在国会里面被辩论 安华 他也允许了 这个 政府的 这个 公账 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呢 也是在国会里面 然后呢 这个安华呢 他也 允许 在这个 苏尔巴卡补选了 这个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输到残产 说 你告诉我了 如果这真是一个独裁的政府了 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吗 他可能让他在补选输到残产 他可能让这些呢 不利于当朝政府的这些课题 包括这些 工账委员会的报告啊 还有这个 人权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啊 在这个国会里面辩论吗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吗 所以这个 哈森 卡林他就用这一些 实际的例子来反驳这个安美加 因为安美加说现在这个安华当朝政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吗 所以他就反问这些问题问一下美加 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 是否可以证明你所说的安华的政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 其实我刚才我前面都说了 其实政府现在做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的这个执照呢 是没有这样的空去管你的言论自由了 我刚才已经用数据跟大家证明了 那个 网络诈骗了都已经很不得空了 去年六千多单 今年上半年两万四千单 啊 OK 这个还不是 Cats的数目了 Cats的数目更多了 我刚才讲的是 政府要去叫社交媒体把那些网络诈骗的帖子给撤下来 去年六千单 今年上半年两万四千单 啊 so 呃 现在如果有了这一个管理机制的话呢 这个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 让这些社交媒体把这些网络诈骗的帖子给撤下来 好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